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瑞士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祝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 谢谢你来了 有笔之高药业赞付播出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柴子璐 心理专家柏燕怡 美女主播柴燕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我小时候应该算是 非常非常的调整 在我看来 应该叫做无恶不作了 当时给我母亲 带了很大的困扰 一度的使母亲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直到自己有了孩子 为人父以后 才懂得母亲的那一种心酸 所以我 一直想跟她道个歉 说句对不起 特别是今年 在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更加的觉得 有些话应该 早点说出来 掌声有请母亲张斌杰 大家好 你好 您多大年纪 六十八岁 我是湖南人 那里面是你儿子 是我的儿子 给你长得好像 你儿子多大年纪 我儿子今年三十岁 我三十八岁的时候得他 那么晚 对 你儿子看上去那长相是属于桀骜不逊的那种人 他的个性也像我 他好强 我也好强 那两个好强的人在一块肯定处不好 他小时候呢 正因为好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再说呢 我们这么大年纪得个儿子 也就宠着他 家里边那时候条件好嘛 他拿了钱就跑到外头交朋友 买给人家吃 买给人家喝 你是干嘛的 我那个时候是搞企业的 企业家呀 可以说是在我们当地来讲 是韩国女企业家 哦 所以我管儿子我失职了 没有好多时间就管他 现在后悔了吧 目前我不后悔了 他已经不像以前的他了 你老公呢 我老公是今年的4月16号 与世长池了 他是重庆川剧院的 一个搞民乐的 也可以说是个音乐家吧 家里全都是家 儿子是什么家呀 儿子是跳皮家 跳皮家 来 我们掌声有请儿子刘欢 大家好 那个杜佑老师好 你好 三十了 对 三十 你留那山羊胡子干什么呀 感觉就是一种 凸显自己 稍微有点小个性吧 咱们从问题少年开始说起吧 你是问题少年吗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说我的孩子 像我小时候那样的话 我估计会被我打死 然后那时候真的很调皮 很调皮很调皮 给我妈也是有下了 很多很多的麻烦 初中当时我离家出走了 也有一年的时间 我就不想读书了 想离开学校 正好学校附近有一些 比我大一点吧 十五六岁的孩子 可能就是初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上学了 然后经常跟他们泡在一起 在各个学校打架 小学打 初中打 甚至打到高中 因为一直没回家 就今天住东家 明天住你家里 这样的情况 爸爸妈妈怎么可能放过你 我妈经常来找我 然后有些人一看到我妈来了 然后就会跑过来告诉我 你妈来找你了 然后我就会躲起来 不然她找着 打游击 对 差不多就打游击 那你对老师尊重吗 他跟老师打个架 吓我一跳 天哪 他跟老师打架的时候 校长打电话给我 要我到学校去 然后我找他们老师 找校长去赔你道歉 类似一个地理老师 其实我小时候 特别喜欢地理 上课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那个 地理的地图册 但是老师要求我们 看的是地质的一些 结构的一些东西 老师当时就生气了 我当时就拉着那个校边 会在我桌上啪 啪 啪 打 当时我来讲是很委屈 我觉得 你在认真学习 对 我觉得我在认真学习 然后当时我就啪 手一甩 就把他那个校边打到地上 老师也很火大 就说我早就听说 其他老师说过你 但是我听了也很火的 然后发生了肢体冲突 然后就说 还是我先动手的 老师其实只是 一直在反手 你伤害了老师 对 尊师重道没做好 还有什么 有一个同学 就经常跟我在一起玩 那天他爸过来找他 然后就说 你跟我回去 以后不准跟他在一起玩 我当时就直接跟他说了 我说 我没带着你家孩子玩 是你家孩子带着我 但是他就跟我说 他说刘欢 我知道你 总而言之 以后你离我孩子远一点 但是我就很火 但是很气 我当时一站起来 我就过去 我说再说一句 我没带着你的孩子玩 而且我小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我喜欢 说实话就是说特别不礼貌 喜欢指人 他爸来当时也是看着 一个屁大的小猫孩子 拿手指着我 但是就把我手甩开了 只要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我接上来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轻微的肢体冲突 你以后不要说轻微的肢体冲突 你就说发生一点小互动 也行 然后我妈回来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有人到家里打我了 他有个本事 不但在我这里告证 还跟我们员工说 叔叔 人家爸爸打我 你跟我妈说 然后员工也跟我说 他也跟我说 他说得了 我们老大的孩子可以打的 但是我就牵着他到人家家去 结果一敲门 这个人的爸爸妈妈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不好吭声了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呢 这个儿子呢 是你的妈 是我亲生的 他就是我们宠坏了 他爸爸得他的时候就42岁了 得了他以后我们各方面都宠着他 他要什么就要什么 要欣赏我跟你说 要陪同学去玩拿钱 多次用钱养着他 我跟你说 他带着同学在他学校旁边那个小卖部 去设账 他喊同学全部到那个小卖部 拿 到时候我妈来跟你结账 我给他在饭店里边住了那个中餐吗 他就喊他们同学全部到饭店吃饭 到月底的时候我去结账 哇 怎么这么多饭菜啊签当啊 他说你儿子每天都喊着人来 你看都是他签当的 我说是不是你签的字啊 他说是 但是这一点呢 犯了错误 他就不吭声 在我面前像小绵羊 所以我就舍不得打他 就在你面前装装怂 你就可怜了是吧 行吧 一般来说调皮的孩子都聪明 应该来说他会有一些特长 有一些爱好 你有什么特长和爱好吗 我是刚开始应该是说特别喜欢声乐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我想学声乐 然后我妈就带我去了学校报名 当时招生班的老师让我站直了 站直之后用那个手啊 在我那个小铁上面插了一下 我就说这孩子特别适合念舞蹈 然后我妈当时就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能得到一个老师的推荐嘛 一个赞美嘛 特别适合学舞蹈 就你这身材适合学舞蹈 我这有一个照片您看看 我也不是一直以来就这么胖啊 那时候特别瘦 我的天呐 这是你吗 对 是我是我是 这长变形了嘛 感觉 对 这年轻时候的朴树嘛 学舞蹈去了 对 学舞蹈去了 也没好好学 在学校里面待了有一年吧 一年多 上课基本上就上专业课 文化课一律不上 一到了文化课呢 我就回宿舍睡觉 或者说出去上碗 小时晚饮特别大 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记录啊 就是还是我破的 就上碗的记录 连续包业了 包业七天 你这舞学了多久 一年多 因为本身来说的话 特别苦 特别累 然后新鲜劲也过去了 我就回去跟我妈说 太好 我不算学了 不跳舞那干什么呢 后期的时候是 我有一个表哥 在饭店里面做厨师 他每次发工资之后 还要带我上网啊 带我去玩啊 那时候感觉有个工作特别好 我就跟我妈说了我的想法 说我还是学厨师吧 其实我妈当时听了之后 也是一种无赖吧 是吗 当时呢我很吃惊 后来我有一个感动的地方 就是她去学厨师的时候 后来她不是要毕业了吗 工作了两天 她就说不干了 有几个礼拜呢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有两个礼拜 我觉得很短两天 对对对 但是她有一句话感动了我 她说妈啊 我做厨师 以后吃好您 我给你炒菜 哎呀当时在电话里面 我接了这个电话 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说这孩子懂事了 我跟你说 我是举起举弱 高兴 生气 又高兴又生气 但是使我感动的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就觉得呢 这个孩子呢 心肠不坏 他看什么电视啊电影啊 他看了苦的地方 他流泪 他像我 我说这孩子心好 还有救 还有救 我就记得我 有一次 他小时候嘛 不写作业 我问他 我说你写作业了没有 他说写了 已经睡了 我又爬起来 翻他的书包看 结果没有写 没有写 我就喊他站起来 发战 因为这个孩子 你打不变的 我就用言论来感动他 我就哭 当天晚上我哭了一宿 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早上就起来 去上学 他爸就跟我说 他在你枕头底下 塞了个什么东西 我就打开看嘛 一看 哎呀 我边看边哭 妈妈 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会了 这一次我又是感动过来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又哭 又把他这个信啊 一次放在我钱包里边 老是没事的时候看一下 但是他不改 这我知道 然后呢 感动完了之后呢 该咋样还咋样 是的 不改的 他后来的故事好多的 犯了好多错误 我应该算是 算是那个感动妈妈专业 说一些那种感谢的话 我妈妈立马就是说 会变得很开心 你已经把感动 变成一种技巧 对 去缺乏了内心真正的 对于生活的坚持 说到那儿 说到那儿 说到厨师 厨师没干完了干啥呢 我从厨师学校回来之后 我妈就琢磨着 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在想我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 上学又不想上 然后但是正好 我哥在一个技巧上学 给我打的电话 就说 你不是学了舞蹈吗 刚好过年的时候 学校要文艺会员 给我排这舞 从小到大的第一次成就感 就从那个 排完那个舞之后 获得一等奖之后 他们学校老师和他们 就是当时我带领排练的 那些学长 因为年纪都比我大 然后 但是都会开玩笑 就说 刘老师 刘老师好 那时候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决定 要不我就去我哥 那个地方上学 当时我就跟我妈说 又一次让我妈感动得 特别特别感动 感动天 感动地 对 我当时是特别特别地开心 我说这孩子 终于找到自己学校了 你都终于好几次了 对 我妈小时候就是 只要听到 她是这一次最开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到这个学校 人家告诉我了 人家尊敬她 喊她刘老师 老师爱戴她 同学爱戴她 我就说真的有出息了 然后接下来 反正就进入了这个学校里面学习 所以在学校里面 一直来说的话是 专业课程 说实话 那是真没有调过95分以下 在前自己的文艺特产 在学校里面校团委 当时担任一个文体部部长 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妈最开心的时候 从那一刻开始 她有一种荣誉感 所以激发了她 想要做一个安稳的好学生 是吧 是的 她那个到学校去以后吧 就排了个节目 打电话给我 妈 我今天演出 你是不是到学校来看一看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进了一下 我就跟她爸说 我说欢学校今天文艺演出 我们俩去观摩吧 她爸说好啊 她爸也带着她的乐器 万一她不行的时候 她爸可以拉出来垃圾手吗 你爸是去抢镜 结果呢 我们在底下观摩的时候 就看她排那个节目 哎呀我们好感动的 对 她排完了以后下来 同学老师都抱着她 对 多到我们身边来 妈妈这个 你这个孩子可以 教得好 她没想到这个孩子 做错好多事 她就说这个孩子不错 当时我是哭了 对我妈当时 我抱着我儿子哭了 你哭啥呢 我是说她今天终于懂事了 受到人家的尊敬了 一晚的话呢 我进了学校校长办公室 进了老师办公室 多向老师赔你道歉 但是我觉得吧 你这种人吧 你这骨子里啊 就是好动 你好不了两天 这您猜对了 你谈恋爱了没有 就是在绩效的时候吧 对吧 其实我在绩效来说的话 那两年时间 应该是我最有成就感的 找着女朋友 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吧 然后学校后来 也是面临那个毕业 其他企业就会到学校 进行招聘 然后我就刚好面试上 那个广东的松下 好工作啊 人人都想去 然后因为我在学校 各方面的一些表现 但是得到老师的推荐 然后我就去了 学校里面主持 就组织这一批人一起过去 然后我在火车上面 我当时女朋友在火车外面 车子开动的那一刹那 就跟那个饭店影 那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就车子一开动 然后她就追着火车跑 然后我就一路上哭了很久 同学就安慰我 然后当时突然 我就想通了一件事情 想通之后我就不哭了 为什么呢 我决定 工作无所谓 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然后当时第二天早上 我就乘坐火车 又回到了我的家乡 那时候也不敢回去 其实还是觉得 丢人 觉得自己应该 闯出一点名堂吧 然后再回去 不能让我妈再次死亡了 当时我去松下的时候 我妈特别开心 摆了两座酒后 亲戚朋友都来了 然后因为从小都知道我 不就找了份工作吗 犯得着摆酒吗 因为她是个最跳皮的孩子 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早下正规了 有工作了 我就给她摆两座酒 亲戚朋友都来送鞋 有 如果你儿子要是考了个高考状一样 你包下整个五星期酒店吧 那要十周二十周我都会摆 那女朋友跟你谈了多久 现在是我老婆 这点还挺专情的 总算看看我的好处 谈了多少年 十三四年了 这点不错 我帮你发现了一点优点 不错不错 那那份工作就这样没了是吧 当时就这么没了吧 我就是回来之后也不敢回家 然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小旅店 白天就随便玩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因为我女朋友在下午饭学嘛 就过去找她 找了她之后晚上就陪我摆地摊 摆地摊 她卖了个跳舞可乐瓶 她知道你摆地摊 我妈也是因为我摆地摊的时候 然后过去 我看到她躺在船上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 妈 要不这样吧 你的企业就别办了 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挣钱 好好努力 当时我就抱着我妈就一直在哭 我妈当时其实 又是再一次地又被感动了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想开个服装店 我妈就特别支持我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家里面困难到哪种程度 就是每天中午 查你食堂买菜的钱 可能会让我妈 就一大早起来之后 再去找人家借 或者说是怎样 然后把这笔钱拿来买菜 就已经困难到这种地步了 但是她还是 特别支持我开服装店 就说这样吧 你先把地方找好 我就去找地方 找好地方之后 我就回来跟我妈说 说妈 地方找好了 那边转账费 再加上进货乱七八糟的 要八万块钱 我妈就说 我现在身上没那么多现钱 晚上我带你去借 然后当时就说 一家一家的亲戚朋友 去把这笔钱凑来 把这个店开起来 但是我这人就是真的就是 做事没有定性 真没定性 没开多久也就垮掉了 你又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是知道好歹的人 但为什么每次想好 结果又半途而废 每次想起对方的感动 和付出的时候 你内心都是有触动的 但为什么每次在触动过后 又屡觉不敢 我其实我会有短暂的感动 但是就是睡一觉 或者说把翻一面过去 我立马就会有其他的想法 按道理来说 你这一次因为车祸的问题 公司激进破产 对吧 你基本上是被击垮了 这一次应该非常触动他 但谁知道 你四处筹钱给他开店之后 他依然是不无正义 你有没有对这个孩子 彻底绝望 没有 因为我对他来说 我抱有希望 他好强的人 有性格的人 将来会改变的 你坚信这一点 我坚信这一点 这些年你跟母亲 在一起生活吗 那后来开店之后 那时候因为我妈 那个企业效益 各方面真不好 然后她每天 自己会出去东奔西跑 我就说要不这样 我就在家里帮你帮忙 就这么给我妈帮忙 搬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以后 直到我老婆怀孕 结了婚 结完婚之后 我妈就感觉就是说 一直把我往外赶 每天就会跟我说 哎呀那个欢欢 那个你谁谁谁 在广东那边工作啊 不错啊你要不要去 当时我就特别难受 我就在想 我说 是不是 我结了婚之后 你就不管我了 然后 有一次她再跟我说 这样的话的时候 但是我就说了一句 其实也特别伤她的 我说你别管 不用你管 但是我妈听完之后 说了一句 好 那以后我不管你了 反正就走 走完之后 那时候我发现 因为当时我们住在产区里 产区里 不是说每一个房间 都可以烧开水 跟我妈一直处于冷战的时候 我妈每天会 把开水 从厨房那边打好 然后放到我房间门口 每天呢会给孩子 就我的孩子 订上一份养奶 亲自送过来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生气 但是我就说 不知道该怎么去 跟她说这事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 可能是因为 她觉得当时 企业各方面 效益不行了吧 不想让我再 跟着她耗在这里面 就这样吧 反正我当时就 我就这么想 你这样容不下我的话 行的我就走 然后就带着我老婆和孩子 我们就去了江苏 到了江苏以后 才彻底基本上是 跟我妈拉开距离 你要逼得她自己 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想她跟着我身边 成不了财 只有出去才能锻炼她 你早想到这点多 所以我不是一个 秤职的母亲啊 没有 我觉得您挺秤职 是我 然后我 你走的那一年多大 二十三 现在还在江苏里 也就是走了七年了 我走了之后 因为我的孩子 是我从小 我自己带大的 没有让我妈操心 也没有让孩子的外婆 操心 从孩子小时候 每天晚上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 就是说 三点钟以前我起来 三点钟以后她起来 给孩子喂奶 再到孩子现在一步一步 现在孩子八岁 我真的感觉到 才感觉到母亲的一些不容易 有时候经常就说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老婆给我打个电话说孩子发烧一直不好 要不你下班的时候回来带你推烧药 或者说是要是今天不好的话 咱明天带她去医院 但凡是听到这种 这种电话 我立马就会说 要不再忙 我就直接请假回来 带孩子难吧 难 真的 这点不容易 夫妻俩不靠大人老人家带孩子 自己独自带大的这点很不容易 就是应该这么折磨她 她才能够理解你的不容易 不过她在七年当中 没有向我伸过手 而且每一年 过节 8月15 春节 都要给点钱给我 早分开了就好了 这个现在能够理解母亲 总是说 我觉得她有希望 我觉得她能够往前走 的确如现在的表现而言 30岁的她 跟很多的30岁的同龄人的孩子比 她的确是有担当的 不容易啊 总算熬出头了 这次是真感动了 真的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刘欢在小时候就属于被你妈灌上天了 就是在您没离开你母亲的那些年 一句话形容就是 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生 对对 为什么呢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 我打同学 打家长 打老师 没事 我妈有钱 我请同学吃饭 上小卖部设账 没事 我妈有钱 我修了 啊 学厨师 甚至那么好的工作我不去做 没事 我妈有钱 你内心里就四个字 有恃无恐 无所畏惧 所以钱是什么东西 钱在你整个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是一个精神支柱 钱有的时候是可以治病的灵丹药 但有的时候也是让人堕落的温柔香 而张女士 您对儿子的这种爱是没有限的 您无限地缩小了他的缺点 只要他一任怂 哎 一哄您 哎呀 没关系 我儿子他是善良的 他是个好孩子 您无限地放大了他的优点 您无限地纵容了他的要求 当然 这是一个母亲 对孩子所能给予的您认为的 全部的爱 我们不能完全加以否定 但是这些方法值得探讨 直到有一天 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把他扫臂出门 直到有一天 他开始独立地面对这个社会 和他自己的小家庭 直到有一天 他坐在这儿 跟我们叙述着他年轻时候的不该 其实到聊到最后的时候 我从心底里在为你点赞 因为一句老话叫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今天能想到以往的那些事情 然后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说 没事妈 将来咱家靠我 特别好 我相信你 相信你们的家也会越来越好 然后好好孝敬你妈 照顾妻儿 谢谢你们来了 尤其谢谢刘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妈妈的眼光是准的 妈妈一直 无论孩子多么调皮捣蛋 无论儿子多么就是中途放弃 让你灰心失望 但是你从来没有对他死过心 我觉得这是做每一个母亲 对待自己孩子 其实心里都是有这样的期望的 无论自己的孩子 再怎么不乖不懂事 她永远都是对自己孩子 是满含希望和期待的 所以今天刘欢能坐在这里 她能自己带大孩子 能有份稳定的工作 节假日还能给你寄钱 对于她来说真的进步很大 现在已经做爸爸了 当了父母了 懂得体谅母亲了 我希望对母亲的这份 真正的这份爱和懂得 和对这个家庭 无论是你们两个的家 还是你们的小家庭的这种担当 真的可以持之以恒 虽然你成熟的比较晚 但是总算是成熟了 好事儿 谢谢你们来了 刚才一上来 我们图雷老师就说 留个小胡子挺有个性 刘欢说 看起来跟别人有点差别 为什么要在外在形象上 要一眼就被看出来 跟别人有点差别 这里边其实蕴含了一个巨大的潜台词 就是他希望被看见 妈妈你一点都不知道 你的儿子想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那季孝他能读完 因为在那儿他获得了 他第一次人生的成就感 他要的是成就感 可是在他的人生当中 有成就感吗 没有 第一他没有成就感 是来源于您对他的低标准 您对他的标准太低了 看电视哭 我孩子就是好人 能心里还惦记着我这个妈妈 打个电话给妈妈写封信 这就是好孩子 这标准也太低了 妈妈标准太低 其实让人没有价值感 还有就是物质过度满足 物质过度满足 就容易让人产生过度的欲望 因为人的欲望 是一个弥漫型的 他不可能说 我在物质方面放纵自己的欲望 然后我在自我管理上 就能够去管理我 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至少在流欢的成长过程当中 一直是向光而行的 这一点特别让人感动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这什么是教育 教育就是帮助孩子 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你既不能帮他去认识 你也不能帮他去学习 也不能帮他去 争取一些所谓的物质 你只能帮助他 看清这个世界 只有他看清楚了 他内心才有一种 真正的价值观和比较 但以前你没有让他看清楚 你一直挡在他前面 表面上看有些父母 好像付出了特别多 但是背着一个人奔跑 和带着一个人往前跑 哪个难 肯定后者更难 你说呢 嗯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母亲说 谢谢你来了 妈 妈 谢谢你来了 今年 爸走了 你身边少了一个人陪伴 而我 却远在江苏 我是多么想你 来到我身边 那接下来的路 那我陪在你身边 跟你一起走 你什么都会决定 不会决定 我看有什么都会决定 你什么都会决定 我感觉你 伤感和地儿 把你决定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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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重 我感觉你 现在这边 你基本上 得更加 好 你三 West 你车 去把你的礼物拿回来 来 这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你虽然说是六十八岁了 但是你一直很时尚 一直很漂亮 你知道我心目中 永远是最美的 喜欢吗 喜欢吗 一条围剧 喜欢 喜欢你以后 我们把带吧 明年要做七十大寿了 对 湖南的规矩也是做久不做事 对 这一路走来也的确不容易 可以理解 三十八岁才有嘛 对不对 所以格外地珍惜一些 但仍旧是这样 越珍惜就越容易用力过猛 但还好今天三十岁 他理解了你的不容易 这已经算是幸事了 祝你们幸福 再谢谢 谢谢多元老师 谢谢 我们的栏目组 也会有礼物送给你们 妈 谢谢你来了 用你一次一次的包容来 诠释我爱 那接下来的路 那我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走 那我陪在你身边跟你一起走 祝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 谢谢你来了 由笔之高药叶赞助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关爱儿童助长益智的笔之高药叶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母子之间的故事在这个场上非常之多 无非都是母亲付出 孩子因为少年时的顽皮 不懂事不听话 而感觉到愧疚 这是人生当中的常态 只是我们希望 在人生当中的很多曲折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拥有反省的能力 反观自己的人生 更去懂得如何付出 如何爱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故事想要分享 感谢或者是对不起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来说出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吧